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用两节课说了抽象类和抽象方法 说了他们的声明 以及他们的作用 对吧 那这节课咱看一下 面向对象中的接口技术 也是为学多态做准备的 那接口又是什么东东 对吧 看一下 用几个词来描述一下 用几个词来描述一下 咱们说了 抽象类是一种特殊的类 对吧 那接口 是一种特殊的抽象类 也就是说 接口 是抽象类的一种 特殊的抽象类 所以接口也是类的一种 只不过它是特殊的抽象类 抽象类又是特殊的类 所以呢 接口是一种特殊特殊的类 好热 是不是得热 那看一下 首先先看一下 抽象类和接口都有相同的东西 比如说第一个 什么 抽象类和接口中 都有抽象方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抽象类和接口都不能创建实力 对象这是两个 对吧 然后第三个 抽象类和接口的使用意义 也就是作用相同 都是相同的作用 就是定义一种规范 对了吗 定义一种规范的 然后呢 在子类里边用这个规范 对不对 那咱说什么 接口 和抽象类相比 怎么的 特殊在哪里 对 这个问题 那看特殊在哪里呢 第一个特殊的 接口中的方法 必须 全要是抽象方法 也就是接口里边怎么的 没有 不能有不抽象的方法 这是第一个 对吧 那抽象类和类特素在哪 除了有抽象方法 其他是不是和类全一样 成员属性啊 什么都一样 第二个 接口中的成员属性 必须是 常量 也就是说 不能有变量 原来在普通类里边 咱们用常量的不多 用普通变量的什么去多呀 但是接口里边的所有的成员属性 不能改变值 全得是常量 知道吧 这是第二个特殊的部分 第三个 咱说了 抽象类里边 咱们定义 私有的属性 你觉得有意义吗 对 没有 没有多大意义 因为它必须有类类 这些都是样子类容用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最小的权限 是不是应该是 保护的权限 protect 是不是得有这个权限 对吧 而接口中的 所有的权限 必须 是 什么 公有的 也就是必须是 public 因为就要求你有子类去用 对不对 保护的东西 必须是公有的 知道吧 那 第四个 看一下 第四个在哪呢 声明 抽象类 不能说声明抽象类 声明接口 不使用 谁啊 声明接口不使用 i class 对 而是 使用 interface 对 因为使用这个词是 是有说法的 不使用类 而使用interface 对吧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标识了 比如说 普通的类 demo 咱们是这样的 对吧 对 超象类 是 这样的 干得了 对不对 这样比较麻烦 那接口不能说 咱什么什么 接口就把什么 class也好 或者这也好 换了一个词 但是也是类的概念 就懂吗 只不过它变成接口的词了 interface demo 这就是声明接口 声明一个接口 使用 interface 关键字 是不是又多学了一个关键字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知道接口怎么声明了吧 其实就是一个类的概念 只不过把class 混成interface了 对不对 那既然是接口了 里边的所有的方法 必须是抽象方法 对不对 对 那比如说我这里边写个方法 demo 就变成代表 比如说test 我这么写 行吗 对 对 你看一下 刷新一下 访问一下 http 号 localhost 下个点test lprp 是不是告诉了 接口的方法 它不能够什么 有 包围体 就是有什么发发体内容 对不对 对 所以这块是出错了 对吧 所以必须是抽象方法 然后我们这样 你看 前面加上 抽象方法 是不是abst act 是不是这么加 那咱说接口里边 必须是全部的抽象方法 你看 我这么加 对不对 你不觉得在接口里边 既然全是抽象方法 加这个词有点多余了吗 而在抽象类里边 咱们需要加这个词 用它区分哪个是抽象方法 哪个是正常的 普通方法 对不对 而接口里全是传方法 加这个词属于多余 对吧 所以在接口里边 怎么的 咱们所有的方法都不用加什么 这也就是说 faction test2 faction test3 看到了 看到了 是不是可以这么去写 嗯 这就是咱们接口的声明 不需要使用什么 你看 所有的方法都是抽象方法 接口中所有方法必须全是抽象方法 对不对 对 所以在抽象 所以在抽象在接口中的抽象方法不需要使用ABS T-R-A-C-T 对不对 对 直接 使用分号结束 即可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它都是你加那个词不用区分什么抽象方法 什么是非抽象方法 对不对 嗯 然后接口中的所有的穿属必须常量 咱们定一个变量行不行 你看一下 Public 对不对 Doll for name 是不是叫这个吧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可以吗 不可以 接口不可以是成员不可以是变量 包含变量 所以说我这里边声明变量不可以 但我声明是常定可以 记不记得在对象中常要怎么声明 Cost Cost 比如C-O-N-R-T Cost 对不对 就是name 对吧 声明常量的时候必须给值 不然后边给不上了 因为常量值不容易给改 对不对 对 比如name 对不对 呃 想说 妹子 对吧 可以声明多个 Cost A-G 我就随便写几个 比如说20 对吧 只要主个常量值都可以 你看 现在程序就不会出错了 是不这样的 是 然后 咱说了他不能创建对象 接口不能创建对象 这当值了吧 所以我一创建接口的对象等于你有demo也是给我提示错误的 你看 是不是也是提示错误的 对吧 告诉我们不能够实力化接口 demo 对不对 那不能实话对象 但是我访问常量 他访问静态的是一样 需要对象吗 内明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我想输出名字 直接 demo 冒号 冒号 name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呢 接口可以是一个 如果你声明的所有的 一个类里边可以只有属性 也可以只有方法 对不对 如果你在声明所有的属性都是常量的时候 你可以用接口声明了 你看我正义访问就可以了 不能创建对象 但是我只用内明来访常量是就可以了 所以接口是允许这么去做的 对吧 那接口中所有传言属性必须常量 这个问题了 所有的权限必须是公有的 默认这些是不公有的 你加上之后 这都一个意思 对不对 所以这个词写不写默认是公有的 是无所谓的 对吧 但是我不能将一个方法 比如这块 你看我现在全是公有的 刷新一下 这块就是COS的这个 因为公有的 我们不需要这样 他本身就是常量就是 常量就是全局变态可以用 对吧 这是亏加的 你看没问题对吧 但是如果我把这个 PRI 就是哪怕是保护的 TCTD 看到了吗 这个权限 是不是都值了 访问级别接口的方法必须是什么 权是必须是最高的 你知道 所以这话我用POPLAKE可以 但是用保护的 是不可以的 看 是不是这样就行了 这是接口的权限必须是公有的 所以你可以不加 但是呢 你不能把权限缩小 对吧 因为要求子类中去用的 而不是在自己类去用的 对不对 然后生命接口不用可拉的关键字 而使用DFACE 这个没问题了吧 那现在知不知道接口怎么生命了 接口的一些注意事项 可以了吧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向大家介绍的 面向对中接口技术 它的作用 咱就不用多说了 就是定义的规范 和冲烟类是一样的 需要用子类去实现才可以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 见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